再来关注早稻收割 目前南方的稻区已经进入双强大忙时节了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 全国早稻收获已经过六成 各地抢农石抓减损 确保早稻颗粒归仓 由于今年部分地区早稻市收期 较往年推迟了三到七天 抢收早稻 抢插晚稻的农石衔接更加紧张 在安徽如江 重量大户田素平的1600亩早稻 已经到了试收期 但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 却让他犯了愁 为了赶在雨前完成抢收 当地的志愿者服务队 迅速调集大型收割机前来支援 七条联络五星年轻动态 大型收割机 为入道困难的学能 进行的即时抢收 非常即时 平时我们自己收割的话 至少要七八天才能收割完 这次他们一次调来舞台机械 三天就收割完了 这样一点也不影响我们晚到的 在我国 水稻双抢主要集中在 七月中旬到八月初 约二十天左右的时间 预计今年双抢期间 南方道区将投入 联合收割机二十八万台 其中跨区作业的机具 约五万台 早稻积收率将达到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为了降低早稻积收损失 江西安逸的这家合作社 今年引进了十台 新型履带式收割机 相比传统收割机 这种收割机 更适合在复杂环境下作业 可以自由升降 原地转弯 对倒幅的水稻也能收割 收下来的粮食非常干净 没有破损 抛杀也少 一般的农机损失率 百分之四左右 这种农机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点五 减身效果非常明显 由于南方早稻收割时间与迅期重叠 如果烘干跟不上 收回的稻谷在高温的作用下 不到两天就会发生没变 造成减产 早稻生产大事湖南易洋 今年安排财政资金五点一亿元 用于推进现代化耕种 其中 重点推动补齐水稻烘干的短板 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南方各省份 对履带式收获机械 耕整地机械 高性能水稻移栽机械 以及预央和烘干成套设施装备 加大补贴支持力度 夯实南方水稻生产 全程机械化装备基础 我们紧紧抓住 早稻机收产地烘干 晚稻机械化 预插秧 这三个重点环节 进一步增加 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供给 提前做好农机作业服务供需对接 千方百计加快 机收机种进度 确保早稻适时收获 晚稻及时栽差